我們這次開啟一款 雖然派了一段時間 差不多一個多月的長牙絲零式貼入金 而這款是比較特別的產品 BANDAI就獻出了這個木馬號 一些金銅的產品 給TAKA了 這個鐵尺掌 對 換來這個索斯機就算了 對,他就換了索斯機械手 我覺得這個品牌是值得的 對於我們玩家來說是開心的 因為TAKA一直自己推出了很多索斯的玩具 我覺得他還未達到一個點是 我必須要買 因為我小時候有看索斯機械手 就是第一部就是長牙絲 然後到超重劍長牙絲 然後再到長牙絲零式劇 全部都有看以前的 不如看是雅士看的 然後還要看快樂龍本書 看漫漫一版 然後出一隻買一隻 長牙絲超重劍長牙絲 戰鬥暴龍 是不是叫戰鬥暴龍 對,大那個 然後跑敲藥殺龍 全部都有 大那些 不過很可惜 我一直帶給我媽媽丟掉了玩具 所以沒有了 所以來到這個 因為我一直都忍著手沒有買的 但我有買TAKA之前出過模型 我也可以的 即是ZERO的模型 來到這個終於忍不住手了 隔了這麼多隻 這個產品我值得擁有 整個盒 其實你會看到這個盒子 就是很Bandai Chapp的設計盒子 表面有一批很漂亮的大圖 後面就有一些類似是進化論的圖 而我會覺得這個產品 是做得到它所擺一個骨架出來 應該要有的可動的盒量 在這個盒以外 其實它藏有Bandai的表面 TAKALA的內手 哇,這個好漂亮 這個就是跟TAKALA以前 一向出開玩具的盒子設計 而後面也有類似能力值的東西 就是它一貫的風格 這些是不深的設計 一盒就有兩尾 甚至乎你看到一些細節的設定 那些都有 所以這個真的有兩間公司的靈魂 但是這些設計很有深的 有事例如白獸狼 或者其他美版、日版那些 都會由套來做兩個不同的感覺 它就偷偷地揮你一下 你又揮到一個情懷 又有一個新的味道 一個很好的Crossover 在打開盒之後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會有三個套件 我現在只拿了兩個來 因為其中一個是一個發泡膠 就裝著它 而我跟你們說 這隻拿出來之後 你是需要用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是為了讓它回到發泡膠裡面 我拿過來的時候 因為它很複雜地 以前大家玩某些figure 又放了姿勢才放進去吸塑 它就是這個 而你怎樣把它放進去 就是很複雜 而這隻東西為什麼這麼複雜呢 因為它的關節是你所想像不到這麼誇張的 剛才我偷偷拿 就真的不負超合金之名 是的 大部分的超合金都沒有那麼重 它重得很重要 是啊 當時我拿起都覺得 哇 這麼誇張 你拿那麼重手 是啊 它合金量很多 所有腳趾都是合金的 合金再電到的 而甚至乎 七合金的其中一個賣點腳都有 就是頭部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雙眼是雙燈的 你看我伸到 根本上 開都沒有開過 這隻真的值得入 值得入的 瘋的 其實 因為它剛出的時候 大概兩千元左右 現在呢 如果你在網上購買 找得到的話 大概是大約一千六元左右 有個燈 其實它的燈本身呢 除了還沒開燈的時候呢 它是可以 安裝回駕駛員 而駕駛員會有一張椅子坐的 這是Tommy的情懷 看到人仔 一起插進去 駕駛員就可以坐在這裡 而你要亮燈的時候 人仔就不會坐在這裡 它就會改為什麼呢 它剛才這張椅子是有噴色的 它就換一張透明的椅子 插進去 安裝回駕駛員 怎樣安裝我已經忘記了 不要緊 這個不是重點 我們就可以打開燈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眼睛是有燈的功能的 可能遮一遮的背部 好看一點 對 我先講解一下 哇 它就有一個燈的功能 它真的擦件擦到瘋了 甚至乎你看到 你的眼睛還有製造一些鋁打的細節 亮燈之後 你會看到它更加有神 我們在這個時候也可以關閉燈 因為電影很昂貴的 不知道電影很昂貴的 不知道電影很昂貴的 我們來關閉燈 而你看到裡面的所有細節 沒有偷你雞的 神經病 所有東西都要做回的 而其實整天產品的分析 也都是刺碼的 我不知道 日間你存這些有燈的玩具 你有沒有充電 我會充電的 其實我除了買回來 我大部份玩具除了買回來 頭幾天有玩之外 從此我都不再碰 一定要充電的 否則藥乾年代 七七歲就比較慘了 在上工具之前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工具 在上工具之前 其實我建議玩一次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甲對於它的可動 是有藥乾的影響的 但是它的身體的可動 如果你不欣賞一次的話 是浪費了產品 在這個本體之下 我們或者退開一點點 在這個本體之下 其實你會看到 它整體的細節 賞色情報量 每一個面都沒有偷過雞 而每一個該有分色的地方 都有做到分色 而它其實大部份地方 你會看到 例如這甲 因為可動干涉比較多 其實它會做一些啤色的 但是它的啤色 就如同 不像剛才的沙沙鼻 你看到它finishing上面 拋的瓦面 其實做出來 是會比較 像一個類似黑鐵色的效果 那些細節上的東西 非常足夠 那是相隔 你會看到大腿上色 對 沒錯 然後之後 例如這條尾巴 在每一節 全部都是一個分件 裡面就是一個鐵線 你就可以擺出不同的動作 那根部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單軸 是可以做一些擺上下的 那你就可以擺出一些 很自然的尾巴動作 很漂亮 很厲害 那我們在這個時候 就可以開始看一些可動的部分 口部其實它可以打開 這個口是可以打得這麼大的 那牙齒的部分是一些合金來的 合金牙齒 合金牙來的 是的 合金牙 打開之後有沒有細節 我看不到 是的 藥乾的細節 而在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頸 頸上有很多 其實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可動 在這個鍵主座 獨立的可動 那是為了什麼呢 有點像獅子的鐘牧 它是可以做一個抬頭的動作 是讓它這些件打開用的 它頭是可以抬得這麼高 然後呢 去做一個 除了抬頭之外 其實它頭部本身有可動 而除了向上之外 其實這些 它還有一些左右的可動 是每一節 它這些是做 分開做還是波哉 分開做的 分開做 上下右做左右做 是的 頸部這些就是有波哉來的 你估計就有 這個主要是上下 因為比較好承力一點 你看一下頸可以向下去到這個程度 亦都可以向上去到這個程度 那除了頸本身之外 身體的頸部 亦都有做一個上下的可動 其實頸是很厲害 那除了頸部之外 其實腰部亦都是同樣的狀態 那你就可以做那些 例如那些類似那些貓 你看到頸部 身後頸要拼著 身爪的那種狀態 可以做到這些東西 那除了上下之外 亦都是左右 很漂亮 那你會看到它是很 完整地做出一個類似 尾龍骨的效果 哇 神經病 你玩得多會不會很容易鬆 它這麼多層 我個人就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很少會長玩 那在捏上去的時候 有時 即如果你直接捏這件 它有機會可能會有少許掉出來 那它主要是這些插口 那你就將那個膠件 撻回去 那它就可以撻回去 正常活動的了 那我估計 其實以超級金的系列的話 如果類似的波裝的話 那個 你說鬆那些問題 應該是少的 玩久了會鬆 那除了身體的部份之外 那我們剛剛看完了 頸子 身體 那其實手也是一個 很令人驚訝的狀態 你看到手 這裡有一個關節 對 而這個關節到底有多複雜呢 其實我就這樣玩給你聽 你看不明白 我就這樣給你看看一張圖 它說明書上面 它用了多少關節 去做這個肩膀 它為了去完成一個動物 可以做到動作的時候 它到底做了很多東西 光 這個只是 單單是一個肩膀的關節 那是屬於什麼呢 我們這樣玩 在下半部這個位置 一個可以上下轉的軸 然後再加一個內外翻的軸 然後這裡一個可以這樣轉的單軸 除了這個單軸之外 它還在中間有一個旋轉用的軸 嗯 是不是傻的 其實這裡已經用了四下 那除了這個之外 來到肩膀的前方 這裡也是一個旋轉用的軸 除了旋轉用 還有內外擺的軸 這個是足足用六個軸 去做一個肩膀關節 有什麼可能呢 其實沒有這個必要 但是它確實是在做這樣的產品 那肩膀的部份 上面這個 因為啞觀的問題 其實它可以做一些擺動 除了這個擺動之外 它本身也是在這裡 是有再做到一個水平轉的活動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之前剛才就說 為什麼那些電動模型 我沒有玩 就是因為這些做不到 它就可以做到類似 這樣抬手伸爪向內拍那一下 就是那些貓啊 貓科女很喜歡 除了上面的一個 你會看到它這個轉的時候 其實上面這件是會有一個連動的擺動 那除了這個不止的 下面還有一個 你看看它在做很多東西 然後之後呢 這些位置其實 這些很情懷的位置 以前是有膠質質下去 它真的可以轉的 然後這個腳的關節 前後的擺動 然後腳腕的部份前後擺動 除了這個關節之外 連來到前掌 都是再有一個前後擺動 甚至乎水平轉擺動 你想想它到底做了什麼科學的政策 這個骨架我可以覺得 只是做這個骨架的設計 我估計可能要做半年了 真心自己做的話 指甲都好像獨立動 沒錯 它每一隻腳趾是合金的 獨立動的 每一隻腳趾是獨立動的 而側爪都是合金的獨立動的 除了這些之外 它有做一些腳趾裡面的爪 每一隻獨立的爪伸出來的 新爪伸出來的貓出爪 沒錯 就是這樣拉著 在這裏有一個小小的筍 你會看到它打折軸的 在這裏可以把爪伸出來的 怎麼會這麼容易拔的 它是在做這樣的東西 你想想 其實這隻產品是瘋狂的 而剛才所說的東西 除了前腳有 後腳是一模一樣的 它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 當然了 這個部分後腳是會被前腳簡化了 因為畢竟後腳的動作不用太複雜 不會有拍爪之類的動作 但是跟前腳不同 它這裏是會在這裏再做的 一個分段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做一個分段 跟前腳有一點不同 然後就是其他都大致上差不多 但是去到後腳 前腳這個我們看到 這個擺動是一個彈軸膠 後腳就是一顆合金的波珠 你會看到一顆合金的波珠 穩陣性就好一點 而可動的部分我們就大概看著這麼多 但是我自己作為一個玩具的開發者來說 我是很驚訝的 而這些肩膀沒有必要做到這麼仔細 但是它真的有心做 但是其實做得這麼仔細換來的 另一件事就是有一點脆弱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些膠其實是很細的 但是它在這裏是幫你做了一顆彈軸的畫 這裏是膠還是金屬的 合金的 合金的 它估計就是合金打過軸 但是這種類型的膠就比較容易鬆 不過也這麼說 你在玩的過程之中其實不容易玩到的 我們說了這麼久 是時候就上甲了 上甲的過程其實普遍都頗為輕鬆 但是我們首先做了第一件事 說明書裏教大家這個時候要抬頭 抬頭之後看到這裏有個洞 這個洞是什麼呢 其實它本身就會有個核心 你看到核心就有上一些金屬式的油漆 這個核心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有些物件會有燈 對呀 油漆的眼睛是可以穿燈的等等 這個位置我們要找回我 你先不是幫助我帶門的人進去 應該不行 太過 不夠大了 等等 要看到才能進去 它下面這裏有條軌道的 你就要卡回軌道才可以把它塞進去 塞完之後可以收回來 收回下巴 但是當裝了這個的時候 頭部向下那一下就會有一點受限 因為你看到那個甲 它有一點頂著的 所以就看回大家怎樣去玩 然後我們就一步步去上甲 那你會看到甲的部份 我們現在是有這麼多的 這邊梳梳啊 我快點 開 我們是有這麼多甲的 那我們就一件一件來 從說明書所說 就從下巴開始 這個位置開始上第一塊 這個組件其實本身它這裏都有一個雙軸膠 兩個軸的部份 讓你裝進去 那麼可以做一些 因為它本身 Shield Liger就是可以打開這個作為一個防護盾的功能 那麼就裝面部的甲 然後先裝這邊 你用這個普遍的甲其實實不實正 除了頭部之外都實正 其實是臉部比較差一點 好 還有十分鐘 十分鐘夠了 OK OK 今天突然間覺得自己做事很快 平時都講很久 那頭部現在上了一部份 然後就開始上關於中模的部份 而你看到這些中模的也是 為了想讓它做那些打開的功能 它都有做一些單軸的甲 有師兄命了 你會不會入那三套甲 那三套甲 你可能可以買的 你這麼高評價 我很喜歡的 而那三套甲 一套是近戰 一套軟戰 一套加速型 其實那三套我都很想買的 有沒有 讓我想一下 我自己喜歡加速型 是嗎 因為我覺得有劍在這東西上刺刺 有點奇怪 而砲裝的感覺 有點退休 我喜歡些近戰 然後加速型 做到藍色了 那這些部分可以這樣做 打開去防活痛的功能 那 接著我們繼續上了 現在就放上這個膊頭的夾子 然後剩下的骨架好像也能散開 是的 剩下的主體是1600元 這支柱子是刻意出一支合金的 柱子是六角形的 對這個洞 這個洞上面這個位置也有拆到一個關節 讓夾子可以做一些擺動的效果 先裝回去 裝上去之後就可以去做一些這樣的狀態 除了面夾可以打開之外 這些全部都可以打開 所以為什麼 其實我忍了很多年索私的東西都不買 只能夠說我恨它不夠好 但是來到這個 實在 忍無可忍 唯有出來 付費 腳部的裝甲就會後面有一個筍 就插回來這裏 我插了一句 我挺喜歡這幾種顏色的finishing對比 它的爪 外面白色的甲 和裡面 雅色 金屬色 它幾樣東西撞在一起 有多美 它用色用得很好 但是我對於顏色上唯一一件事 比較不開心的就是 它那個 黃白色 那個黃就稍微 有一點點 cream了一點 如果偏灰一點會更加漂亮 它白色其實有一點點 啤色味 但是我覺得 在我範圍內 是可以 因為它finishing很漂亮 很亮 它那個光度令我可以 無視它這個小小的缺點 它這隻大白色的位置 前一招標的 F91 也是日本的車 啊 是啊 它這隻白色經常令我想起 九十年代的日本車 哦 但一個殘忍的問題 這一隻 白色隨年月的時候會怎樣呢 我會拆掉它自己噴 啊 就是這些都是會自己黃的 我不敢說 但是如果它它超真是黃了 直角上 我覺得比起 McCross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McCross會定期再版給你再買那隻腳 放心 會好幾多 那麼 腳掌腳上面的甲 除了 小腿後甲之外 小腿會多多一塊甲 就是 腳趾上面的甲 腳掌上面的甲 就裝在這裡 可惜不是超重劍牆牙絲 是啊 其實我也期望它會出超重劍牙絲 它有骨架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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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出了二三十個版本 這個骨架應該不是給超重劍用的 它是ZERO 有一點東西 對 大致上身體的甲 我們在這裡就裝完了 其實尾部 還可以裝一支刨 但是 我只能說 其實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麻煩你見識一下 真的很漂亮 我完全不熟悉 熟絲 我想問它這個新玩具的外形 給你們熟悉的熟識手 有沒有廢了手 有沒有魔改 有沒有加了很多情報 因為它完全不熟悉熟絲 應該十步十步 應該碎了很多 我覺得整體插得碎了很多 還有 本身ZERO 因為年代久遠 其實它的顏色的分析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那麼多marking 主要是說這個骨架 外甲它也偏簡單 就是一個標法 是的 然後這個就是裝在下面這裡的 這件它建議的就是先打開 因為這個有個小孔 它會拆開這個 但是無奈地 其實它這件本身 都是這樣 雙續可動的 所以裝的時候 是很廢勁的 因為它會經常走來走去 所以建議先打開這個 然後就自己對正的位置 然後就靠下去 師兄說 幸好它的腳甲不是屎金黃色的 是呀是呀 很正常的 這個鋼很漂亮 但其實 你知道Pandai穿入鋼有很多不同的水準 你玩過水星魔女 你玩過這個 哇 真的很遠 你玩一下它的自由 哇 這個是裝在這裡的 它本身是可動 可以收起來 那關於它的可動 我們現在也看了 那其實它這件東西 是每一片 一層 每一層 一層 獨立的可動 六塊 這個 這樣 打開的一個可動 瘋了 那 玩到這裡 就上了我們背後的一個 噴射背包 而這個噴射背包也是 你看到它這裡有個 水平轉 有一個單軸 這裡還有一個水平轉 厲害 真是只能放 每一隻 TL的機械 那個噴射器 不是應該是個套 Bandai真是趁著這個合作的機會 畢竟是 曬爛所有的它的技術 對啦 駕餐上面呢 其實還有的 真是 玩極都有 好刺 那麼 胸口 亦都是可以 上多一支炮 那這支炮呢 連支炮都有單軸 我覺得它可以落到關節的地方 有一點强迫症 它現在有一點强迫症 它現在有一點强迫症 那整體的 甲力都上了 地台呢 我這裡就 不上地台了 那麼 再 開了一盞燈 這樣 買個帥仔姿勢 擺姿勢就 你說現在1600元 對1600元 不便宜了 這站有很多東西要追 要追 除了這些之外呢 除了這些可以打開 其實我們都可以玩 背包本身也會有劍力 背包呢 可以做一個 打開 這樣打開 然後打開完之後呢 拉開這個呢 拉開這個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它那個 後面的噴射器呢 你看看 看到 是會這樣連動的 其實我差點手信 我差點忘記了 拿出來 拉這個出來 它就會自己 打開它 對 它做到這樣 而它 屁股這個呢 印象中 是不是都有一個 功能 這個拆出來 屁股這個呢 也是有一個 可以拉出來的功能 喂大哥 但你們在玩 你在吃的時候 不要摸到 阿家的 索斯道 阿家殺死你們 不會 它很多都是Basic 不要緊 關於可動的部份 大家剛才都看過了 那我現在不再擺姿勢了 如果想看可動的 麻煩 看本圖 好啦 時間關係了 我要讓給別人了 差不多了 很棒 三條五都還沒玩了 還有兩隻 有興趣記得 找一下 因為真的很棒